在卡梅拉的世界中有这么一个组织 他们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所以选择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命力只要解放休马吉亚 没错 这个组织就是灭亡迅雷 今天小程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这个组织的架构 以及出场的骑士形态都有哪些 话不多说 咱们开盘 1.亚克 也就是灭亡迅雷组织的创始人 因为飞电和在亚共同研发的智能卫星 因为被老千输入了人类恶意 觉醒了意识 从而产生了黎明大爆炸事件 并导致其陷入了瘫痪状态 为了打造一个休马吉亚统治的世界 亚克创造了灭亡迅雷组织 并在最后利用亚词收集的起点数据正式复活 他可以凭借内心的恶意而寄出在他人体内 因此其复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利用灭对人类的恶意寄出在他身上 并且还生成了亚克驱动器 甲面骑士亚克灵由此上限 整体外观以黑色为主 属于初上级无敌系列 直接一个全员归零把任解送进了医院 一次的下线 又借助小社长的恶意诞生出了假面骑士亚克一 再后来随着迅的牺牲 又借助灭的恶意诞生出了亚克毒蝎 因此我们才能看到两个亚克形态的对决 最后就是亚克毒蝎击败了亚克一 最后他又被觉悟蝗虫给击败 本以为亚克就此消失 但是我们别忘了亚兹还在啊 他的任务就是不断寻找合适的宿主 不过后面的事情就和灭亡迅雷无关了 小神就不做多余的讲述了 二 灭 在飞电脑社长去世之后 灭开始了魔机作战计划 由此来收集休马吉亚技术起点的数据 目的就是为了复活亚克 而在剧中灭的形态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尖刺毒蝎 至少灭亡迅雷强自身滑气 配合尖刺毒蝎密要变身耳栏 整体外观以紫色为主 一出场就肉身接了无数发子弹 甚至还接了一个大招都毅力不倒 可见这款皮套是有多么的坚硬 后面甚至被门马踩了一脚都毫发无伤 武器为偷来的公文小弩弓 直接一箭将这男人炸在了地上 必杀机为尖刺反乌托邦 由脚上的毒刺将敌人缠绕 然后上局一脚将敌人送走 而盖形态后来又被闪耀蝗虫重伤 随即又为了保护讯 把被突击之狼踢了致命一脚 不过这里仍然是按照亚克的指令形式 以此让迅达到技术起点 所以我开始招待后世 并且那句我的儿瞬间火出了圈 第二种形态为亚克毒蝎 是由于迅的掉线而被亚克侵蚀而来的形态 也是剧中最终boss 前面小社长的那一期小陈也提到过 这里就两个字带过了 第一个字就是帅 第二个字就是强 对我再说一下 灭的技术起点是什么时候达到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画面 但此时他仍然不知道已经产生了负爱 那就需要一个第三者来点破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画面 小社长可以说重演了一遍 然后一番话令一项冷酷的灭开始觉醒了 并动摇了人类和休马吉亚不能共存的想法 三迅 由灭亲手制造的工具型休马吉亚 唯变王迅雷组织的骨干成员 前期一直听命于灭霸 令小社长那里抢来的飞翔猎音力药 变身为假面骑士 也就是他基础形态 话关来讲更加骚气 而且有着一对翅膀 不过这个形态在迅手里可比小社长会玩得多 上来就是各种调戏 打不过就飞走 调皮鬼没谁了 不过后来为了给灭报仇 他和小社长来了一场大战 就要把自己也玩掉线了 后面被灾亚复活 与其说复活 不如说新生 因为复活后的迅和之前所有的型号都不一样 这是一款新型自旅型士兵仿生人 不管是进化速度还是作战能力都得到了强化 迅也因此解锁了最终形态 那就是燃烧猎音形态 一出场这张突击智狼打到解除变身 而此时的迅有着更加独立的自我意识 并想用自己的方式解放休马吉亚 而在亚兹收集起点数据的时候 只有迅一个人看穿了亚科的计划 并且没有说出那句遵循亚科的意志 因此也可以看出迅早已脱离亚科的控制 而迅起点的到来 可以说是剧中比较早的了 但大家肯定也都知道 这都是灭霸的功劳 刺暗杀 是灭的重点培养对象 致力于将他打造成杀手型熊马吉亚 他是使用灭亡迅雷强自身滑气 配合肚肚鸟鸟蜜要进行变身 整体外观以火红色为主 使用的武器为瓦尔克军刀 也就是那个可以自动巡航的飞刀 由于暗杀的学习能力很强 所以程序也在不断的升级 也是他一个大招将任劫打到解除了变身 然而很快他就觉得没什么可以学的了 因此他开始向往自由 做离了变亡迅雷组织 最后被产药黄虫击败 从而退出舞台 五雷 原为飞电第一代宇航员休马吉亚 因为被亚克植入了一道程序 会在不知情的前提下盗取泽亚的数据 在迅找到他之后 告诉了这个真相 他是使用灭亡迅雷强制生滑气 配合肚肚鸟鸟蜜要变身为假面骑士雷 外观上还是比暗杀的肚肚鸟要帅很多的 不过刚一出场没多久就下线了 被突击之狼一炮给打没了 还是由迅亲自给他盖的坟 后面随着王的复活 雷也跟着完美复活 至此灭亡迅雷四人组集合完毕 并复活了亚克 雷技术起点的到来 也是在太空工作的过程中 因为指导新型休马吉亚后 而形成了哥哥的意识 六 王 原为飞电第一代系统工程师休马吉亚 黎明尸骨之后被栽亚回收 成为老千制造武器的工具 其数据也被植入了不破大脑的芯片中 后来被认解和迅分离了出来 于是又成为了一台独立的休马吉亚 王对赛亚的系统了如指掌 能轻松的入侵及格 以及持截者 并让他们为自己作战 同时王也可以使用灭亡迅雷长制升华器 配合日本狼角面秘要变成为假面骑士 这个外观属于比较有个性的了 因为它才让我们看到老千优雅的一面 而王技术起点的到来 是在不断的被赛亚利用之后 因为不想变成工具而产生的自我意识 7.灭亡迅雷完全体 和名字一样 所有灭亡迅雷四个人的意志结合之后 而诞生的假面骑士 为了解放机器人的工具命运 他们选择毁掉赛亚公司 在四人的心意相通之后 诞生的假面骑士灭亡迅雷 大型态结合了四人的力量 刚助长便秒杀了黑千 所有也将任解的正义剑齿打到解除变身 最后被捕破的独行野狼打败 灭亡迅雷的故事告一段落 好了本期的盘点到此结束 我是小陈 一个绝对不会脱根的男人